或其他公司 这个节目是赞助的 中国媒体的中文电台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 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h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帐号 都是Chineseradiosheattle 5 seconds 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radiosh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1日 星期一 农历3月11日 我是小元 我是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 分别是人在旅途 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戏城夜话的话题 是时事三人谈 往事如风 情感夜线 金星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 都是从晚上7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评书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 曹律师信箱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 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 夜云畅谈跟我学粤语 之河玩乐西雅图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 或者HDFM98.9channel速率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CI的APP 或者请下载 KKNW AM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纽约时报调查 乌克兰布查惨案 一位母亲和家人 去拿热茶的路上 被阻击手杀害 一名女子被迫成为性奴 在被处决前 被处在一个土豆地窖里 除了一间毛衣外 刺身裸体 一对姐妹死在家中 尸体倒在地上好几周 布查呈现了一片恐怖的景象 纽约时报记者和摄影师 在布查与市政府官员 验尸官和数十名证人会面 记录了数十名遇难者的 死亡地点和生前故事 记录了俄罗斯士兵 针对平民的处决式暴行的新细节 鉴于有关俄罗斯在布查 克拉玛托尔克斯克 马里乌布尔以及其他城市暴行的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奥地利总理与普京会面 称担心俄罗斯将升级战争 卡尔·内哈默 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首个普京面对面会谈的西方领导人 他在结束访问后表示 普京对俄军在乌克兰的报警不屑一顾 他对和平前景感到不乐观 并表示俄军很明显正在为乌克兰东部 进行大规模袭击展开动员 内哈默与普京在齐莫斯克郊外的住所 进行了75分钟的会谈 克里姆林宫的一份简短的声明中 淡化了这次会谈的重要性 表示以最近的标准来看 这次会谈并不长 乌克兰警告俄罗斯可能使用化学武器 泽连斯基总统称 正在尽可能严肃地对待这一可能性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军队继续轰炸乌克兰城镇 泽连斯基表示 在被围困的马里乌布尔 已有数万人死亡 普京预计将于周二发表公开讲话 届时 他将与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一起前往俄罗斯远东的东方航天发射场 纪念一年一度的宇航日 俄罗斯准备对乌东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专家称下一场大战可能会非常的不同 分析人士称考虑到俄罗斯2014年的入侵 他们将在熟悉的领土上行动 而且无几线更短 但也有专家指出春雨将进一步阻碍交通 俄罗斯士气或南重振 当前两国军队正在乌东地区集结 卫星图像表显示俄罗斯士兵搭载 白季的车辆向该地区移动 最近几天西方增援武器涌入乌克兰 各种迹象表明 两军正在为一场大战做准备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夏图地区今晚多云 风力每小时6到14英里 最低气温华氏40度 34度 明天有雨 降水概率45% 风力每小时9到16英里 最高气温华氏47度 48度 最低气温华氏40度 44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虽然世界其他地区终于摆脱了 以恐惧为驱动力的威权主义封锁 和强制令 但是中国却正在加倍实施清零政策 以控制最近在主要城市爆发的 伤害程度较低的新变种奥米克隆疫情 这不仅为上海等大城市的民众 带来不必要的生活困难 也严重威胁与中国相关的国际经济秩序 连一项对中国经济政策少加评论的 中国欧盟商会也对此表态 希望中国政府修改疫情封城的政策 据路透社4月11日报道 在4月8日写给中国国务院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胡春华的信中 中国欧盟商会说 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旧工具箱 无法应对奥米克隆变体带来的挑战 卢透社就这封信函的副本得到了欧盟商会的确认 这封由商会主席武德克签署的信函说 目前为试图控制最近在中国爆发的COVID-19疫情实施的措施 正在造成重大干扰 从物流和生产一直延伸到中国境内的供应链 信函还举例说 中国德国商会在前一周进行的一项快速调查显示 51%的德国公司的物流和仓储 以及46%的德国公司的供应链 完全被中国目前的COVID-19情况所扰乱或者严重影响 欧盟商会建议中国政府修改防疫措施 包括允许没有症状或者症状轻微的阳性病例在家中隔离 并让中国民众获得性死RNA疫苗 欧盟商会发言人说 欧盟商会正在与有关当局保持联系 并期待尽早跟进信件的内容 纵数周知 中国一直对新冠采取清零的战略 寻求对所有阳性病例进行检测追踪和集中隔离 并在上海和东北的吉林省进行封锁 试图遏制疫情的爆发 一刀切的封锁措施 错使许多工厂停止营运 即使是一些闭环操作的工厂 也受到了供应商关闭的影响 就上海的情况看 4月5日 工业重镇和主要港口的上海被全面封锁 业界对全球供应链的新忧虑大增 物流云印商报告显示 封锁限制已经使得货物运输和保持工厂满负荷运转 变得更加困难 运送原材料的船只已经排队等候两周多 拥堵已经扩大到附近的宁波周三港 居多船东拼命地将船只转移到中国其他港口 以避免卡车司机短缺和上海的仓库关闭 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兼商会副主席许贝蒂 曾在4月6日警告说 欧盟商会成员估计上海港口的吞吐量周环比下降约40% 他表示虽然港口在技术上照常营业 但物流仍面临卡车司机短缺的挑战 卡车司机被困在封锁中或需要频繁获得阴性病毒的检测 彭博社4月11日报道说 在中国港口附近的海面上有477艘散装的货船 等待着向中国运送从金属矿石到粮食的各种资源 其实4月11日上海有222艘散货船处于等待的状态 比一个月前增加了15% 宁波中山港有134艘船比上月增加了0.8% 而更北的日照 董家口和青岛三港的船只 合计增加33% 达到121艘 《华尔街日报》引述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 阿迪亚·马图的话说 这对全球供应链是一个风险 干扰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它持续的时间 白宫新闻发言人甄普萨基4月8日就曾经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上海的新冠病毒疫情封锁 白宫担心上海封城可能会导致航空货运延误 对强制封锁造成食品短缺和亲人分离等万项的防疫政策 美国国务院给予拼评 同时发布对华旅行的警告 对此 中国外交部表示不满 称这是毫无根据的指责 表示要坚决的反对 由于坚持清零的防疫 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明显负面影响 连中国总理李克强也不得不无奈的承认 4月6日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称 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 有的超出预期 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的加大 两天后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重复说 有些突发的因素超出了预期 对经济平稳运行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 李克强没有明说封城封路带来的影响 也没有明说港口堵塞的真正原因 只好笼统提出要求说 要保障交通主干线 港口等骨干网络有序的运行 在服务货车司机 缓解货运经营者的困难 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促进国际国内物流的畅通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 上海居民杰敏出生 没几年就赶上了大跃进 大饥荒 整个少年时代都笼罩在文革的阴霾之中 因为出生不好 那场举国疯狂的政治运动 让他几乎家破人亡 长大之后他最怕听红歌 只要那种旋律响起 他就会浑身发抖 立即塞住自己的耳朵 在公园打拳的朋友很失去 从不在简明面前唱什么 我爱我的祖国 否则少不了挨他一顿臭骂 如今小区里的人不再打拳 因为政府的清零政策 大家都已经被封锁在家近一个月 除了短暂的两次解封 人人逐步出户 跨地为牢 眼下的景象让简明觉得宛如昔日重现 文化大革命打着防疫的民意卷土重来 红卫兵摇身一变 变成了包裹防身服的大白病 计划经济回来了 自身灾难层出不穷 同样的恐怖 同样的产物人道 同样的日子忘不到头 我感觉现在就是文革2.0版 已经切切实实的来到我们的身边 他对美国之音的记者说 真的是一模一样 起初 没人料到这场风控会如此漫长 3月15日 简明所在的小区接到政府的通知 封闭两天 全员做核酸 简明出去抢菜时才发现 菜已经抢得七七八八 只剩下一些落脚货 他没太放在心上 想着能撑个两天嘛 也就够了 18日凌晨 说好的解封没有等来 下午两点 剧委会通知解封半天 大家可以去囤点物资 简明到了菜场 队已经排得老仓老长 平日买菜半小时搞定 那天花了他整整三个小时 排队一小时 挑菜一小时 结账一小时 里面乌样乌样的都市人 像这样的话还怎么进行风控 他说如果真的有阳性的话 不就传播了吗 你前面的风控不都是白白做了吗 当时的菜场一直在广播 让大家不要慌 说今天营业到半夜12点 货源充足 完番之后 结敏又去采购到了门口 却被保安拦住 说刚接到通知 菜场只出不进 为什么出现抢菜 因为大家都恐慌 都有恐慌心理 都知道政府说话 从来不算数 都是骗人的 他说 杰敏不读报 不看新闻连播 他说那上面除了日期是真的 就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信 我们已经不相信他们了 他们从来都是骗人 从来没有一句老实话跟你说的 杰敏对美国之音说 第二次封小区原本也说的是封两天 却一连封了一个礼拜 等到月底他再去采购时 物价已经涨了十倍 本来两三块钱一斤的菜 变成了二十块一斤了 我买了三样菜 很少一点点东西 一百多块钱 真的是烘过去了 他说 杰敏告诉美国之音 三月底的时候 周围的超市就全关了 贴了封条 从来以后大家就只能自住 这可苦了小区里的老人 他们不会用手机支付 没法参加团购 还有那些租房打工的年轻人 平时从不开火 三餐全靠外卖 这几天上海所有的外卖都停了 团购也没有了 他们在群里嗷嗷叫喊恶 上海的疫情有多严重呢 如果再没有物资过来 我大概是活不过下周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距离饿死 只有两天 一位年轻的网络工程师 几天前在推特上求助 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上海宝山区的居民对警察大喊 我们就想吃口饭 这么难吗 几天前 有网民在网上贴出照片显示 自己买到了宝山区的抗议物资 由此引发当地官员倒卖物资 中宝私囊的质疑 官方回忆称 是供货单位失误导致物资流入市场 并表示正在加快发放爱心大礼包 今年2月 一段据称是美国哈佛大学 验经学社研究员黄万胜 在饭局上的讲话录音流传到了互联网上 黄万胜在录音中披露 中国当局采取目前的防疫政策 其中一大动机是要取巨额的利润 中共高层的白手套公司 仅靠核酸检测一项 就赚取了6700亿人民币 在洁敏的微信群里 大家对此都纷纷议论 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医疗资源 去对付一个普通的感冒 广告号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 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 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 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 并通过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您正在找工作吗 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 或者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 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 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 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 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 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 这些通常都是诈骗 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 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 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 网址是reportfraught.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 没时间去超市 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we 今月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 新鲜果蔬海鲜肉品 方便素食等品类抽全 还有爆款零食饮料 来we 一站式轻松选购 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 赶紧登陆weee官网或下载app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 油价这么贵 we来帮您省油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Jennifer 今天是2022年4月11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宣布了 他的行政当局监管所谓幽灵枪的努力 包括禁止制造 可让消费者自行组装无序列号枪支的套件 这种无序列号的枪支无法追踪 枪支权力组织誓言要推翻这项规则 司法部门正在拉响警报 拜登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活动中 举着一支幽灵枪说 我们的社区正在付出努力 拜登说 一年前的这个星期 我与你们当中许多人站在一起 指示司法部长制定监管规则 遏制幽灵枪的扩散 因为我很难让国会通过任何法案 司法部新的规定将要求 这些套件必须有序列号 这样执法部门就可以追踪 用于犯罪的武器 规定还要求销售者必须有联邦执照 对购买者必须进行背景调查 拜登政府在上一期 提交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中 提高了核武器现代化改良的支出 但取消了海基核巡航导弹的项目研发 与此同时 美军将降临警告中国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其战略及核力量 美国拟意取消该项目 引发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核武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 海基核巡航导弹作为 应对有限核打击的低挡量武器 虽可能拉低使用核武的门槛 但能够有效填补陆核攻击型战斧 巡航导弹退役后的空缺 补充装有核弹头的潜射 弹道导弹的威慑能力 进一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持续扩张的和挑衅的盟友的行为 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提议设立海基 核巡航导弹的项目 然而拜登总统在2019年的竞选 活动中称 其是一个坏主义 并在2023年财年运算提案中 取消了该计划 康萨斯成的一个联邦陪审团 星期四 上星期四团的判定 康萨斯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陶峰 在从事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时 隐瞒了他在中国工作的事实 陪审团裁定陶峰八项控罪中 四项成立 这些控罪包括电信欺诈 这是源自特朗普时期启动的 目前已被取消的司法部 中国行动计划的最近一起审判 这项行动计划的宗旨是打击 美国科学研究领域内部的中国影响力 包括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商业秘密和科研成果的活动 包括逃风在内的大约20余人 在这项行动中受到指控 乌克大楼表示 勇敢的乌克兰人民能够赢得 俄罗斯发起的侵略战争 而美国将确保乌克兰在努力 达至外交解决方案的同时 能继续保卫自己的安全 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七七三在例行简报会上 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 如果你看看乌克兰人民 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 而普京先生目前在乌克兰境内 达至的战略目标刚好失灵 他没有拿下基辅 他也没有推翻乌克兰政府 没有抹去乌克兰这个国家 他目前只控制了几个很少的人口聚集地 科比称 如果普京做出正确的选择 从乌克兰撤军 与乌克兰诚恳地做下来谈判 战争会立即停止 但是他选择将军力重新聚焦 乌克兰东部地区 那里的战事会更加的激烈 因为乌克兰人会在那里继续与俄军作战 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4月11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80385966人 新增96729人 死亡985100人 新增529人 截止到4月7日晚上11点59分 佛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为1467059人 两天新增2488人 死亡12566人 两天新增22人 其中凯康地确诊人数为 38075人 死亡2691人 PS康地确诊人数为 192507人 死亡1385人 洛杰博士康地确诊人数 151259人 死亡1123人 斯堡康地确诊病例 123905人 死亡1359人 Clerk County确诊人数 88485人 死亡794人 Yakma County确诊人数 71460人 死亡776人 Lenton County确诊人数 52408人 死亡467人 Thurston County确诊人数 46826人 死亡413人 目前华州 因新冠病毒住院 59473人 华盛顿周长 Jay Inslee 今天任命 马特拉平 Matt Labing为 京县高等法院法官 他将接替于4月30日退休的 约翰 卢尔法官 目前拉平 自2021年11月起 担任京县高级法院 法院专员和临时法官 在加入替补席之前 拉平在 罗伯特福罗诺律师事务所 担任刑事辩护律师 从2007年到2009年 拉平担任西雅图电子发现公司的 业务发展总监 他于1995年开始 他的法律职业生涯 担任京县高级副检察官 一直工作到2007年 西雅图大都会商会的 一项新民调查发现 人们对西雅图市中心 商务去面临的问题 持续感到不安和不满 无家可归和犯罪 是最受关注的问题 该调查的作者 在3月13日至3月20日的 一周内进行 收集了700次 以完成访谈的答案 误差幅度为正负3.9分 根据调查 研究人员在西雅图市议会的 每个区进行了100次 的采访 清明市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风力每小时6到14英里 最低气温华氏40度 摄氏4度 明天有雨 降水概率45% 风力每小时9到16英里 最高气温华氏47度 摄氏8度 最低气温华氏40度 摄氏4度 广告号请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新鲜的青草味 鸡掌的声音 清脆的鸡球声 是时候向前迈进 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 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 那就要为他们接种COVID疫苗 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我们做得到 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4月11日 2021-22赛季西甲第31轮 焦点站展开角逐 西班牙人主场1比0 立刻塞尔塔 第89分钟 五磊完成绝杀 达德尔断球后 斜船进去右侧 五磊插上报射铺门 这是五磊时隔667天后 再次在西甲进球 也是他流洋生涯打进的第16类进球 也是他在西班牙人队打进的第二类进球 北京时间4月12日 湖人官方宣布正式解雇球队主帅 弗兰克沃格尔 湖人官方公告写道 沃格尔是球队历史上第27任主教练 在他的任期内 沃格尔创造了127胜98负的记录 便在2019-20赛季带领湖人队 夺得NBA的总冠军 湖人队篮球业务副总裁兼总经理佩林卡表示 无论是场内外 我都非常尊重弗兰克 弗兰克是一位伟大的教练 也是一个好人 我们将永远感谢他为我们带来 2019-20赛季的NBA总冠军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但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祝福 弗兰克和他美好的家庭 在未来一切顺利 与波兰媒体TVP Sports报道 莱安东夫斯基下赛季将成为巴萨的球员 这位前锋已经向拜仁慕尼黑传达了他的决定 尽管要巴黎曼城和利物浦的霸架 作为波兰国角还是选择了巴萨 巴萨愿意给他一份三年的合同 北京时间4月11日 亚冠官方宣布 上海海港推出了2022赛季亚冠的联赛 这一组的其余比赛将按照原计划记性 加上之前宣布退出的长春亚太 本赛季参加亚冠联赛的中超球队 仅剩下山东泰山和广州队 亚足联今日确认受疫情影响 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面临旅行的限制 最终确定退出本赛季亚冠 台阶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下跌413.04点 或1.09% 报收于34308.0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99.09点 或2.18% 报收于13411.96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75.75点 或1.69% 报收于4412.53 截止发稿贵金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上涨10美元 报收于每奥斯1960.3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的WTI原油期货 报收于每桶96.37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 报收于每桶100.54美元 比特币收报于39530.45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截止它发稿 上证指数下跌6.42点 报3160.52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0.99点 报21142.71点 日经指数下跌365.65点 报26455.97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100美元兑换 637.03元人民币 乐师会周二发布报告称 由于疫情影响 全球不平等加剧 以及乌克兰战争 导致的时评价格飙升 预计今年全球将有 2.63亿人陷入极度贫困 每日生活费不足1.9美元 这相当于英国 法国 德国和西班牙人的人口总和 随着原油价格的回路 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连续两周下跌 此前美国油价在三月中旬 曾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就是平均每加轮4.43美元 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 上周日美国平均汽油价格 已经降到每加轮4.114美元 是自3月6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美国汽油价格 经通胀调整后 仍比去年同期高出40%以上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Charles Evans表示 他支持把利率上调到 2.25%至2.5%区间 如果官员们希望尽早升至这一区间 则下个月有可能会加息50个基点 50显然值得考虑 甚至也许很有可能 他表示他倾向于在明年年初之间 把利率从目前的0.25%至0.5%的目标区间 提高到中性水平 他预计在2.25%至2.5%区间 但也对更快加息持开放的态度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Jennifer和小元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采编是新闻 陆宜 贺宇帆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新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F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亚军说财税栏目 欢迎您的收听 谢谢 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 收听